周姆 宇宙 周姆 宇宙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周姆媽 廚房 今天我們會試做紅燒乳鴿 材料有 乳鴿一隻 幾塊薑片 生抽老抽 冰糖 和玫瑰蘆 食譜的份量是做一隻 如果你想多做幾隻的話 就要把調味料的份量按比例增加 你一起來看看怎樣做 首先我們要把乳鴿洗乾淨 清乾淨裡面的肥膏 洗乾淨裡面的血水 還有看看會不會還有內臟在裡面 看清楚會不會還有一些毛在皮上 我們洗乾淨之後就準備拿去飛水 準備一鍋冷水然後放一隻乳鴿下去 因為飛水其實應該要用冷水去飛 這樣才可以令雜汁慢慢釋放出來 水一滾我們就要馬上把乳鴿拿出來 千萬不要在水裡面浸那麼久 拿出來之後我們用水輕輕沖走表面上的髒東西 然後我們在它關節位對下斬走它的腳 我們準備一個小鍋 爆香薑片先 你這裡盡量用一些深一點和紮身的鍋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用這個鍋浸著乳鴿 爆香薑片之後我們就放150毫升的生抽 然後再放50毫升的老抽 讓它上色上得更漂亮 然後再放200毫升的水 然後再放兩茶匙的玫瑰露 如果你沒有玫瑰露的話用紹酒也可以 再放兩顆麻雀差不多大的冰糖 然後關鍋煮滾它 滾起了我們就可以把乳鴿放下去了 放了乳鴿下去之後我們就把火收細它 用小小火去煮熟乳鴿 乳鴿的肉才會滑 保持小火關鍋慢慢焗它5分鐘 5分鐘之後我們就可以關火 然後蓋上蓋子再焗乳鴿30分鐘 焗了30分鐘 我們將乳鴿轉一轉身 讓它另一邊都可以入味和上色 轉完之後我們再關鍋焗它30分鐘 過了30分鐘 如果我們要檢查一下乳鴿哪一個位置 比較白一點沒有上色的話 我們要轉到那邊再焗一焗 焗多30分鐘 我們前後總共浸了乳鴿 都有一個半小時 我們就可以拿起它 然後浪乾它 我們這次用氣炸鍋 乳鴿不需要完全浪到乾身 但如果你用油炸的話就一定要 在我們浪乾緊的乳鴿同時 我們就可以預熱氣炸鍋 用180度預熱7分鐘左右 預熱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乳鴿放下去了 我們第一轉焗的話 我們就用背部向上 顏色會上得更漂亮 我們會用180度焗它12分鐘 有些食譜就靠氣炸鍋去炸熟乳鴿 它氣炸的時間相對長一點 它的肉就會相對比較乾和粗 那我們這個浸熟再焗的方法 我們只需要把皮氣炸到金黃色 大大縮短了氣炸的時間 那就不會抽乾肉的水分 就可以做到外脆內軟了 焗完12分鐘之後 我們就把它反轉另一邊 再焗多4分鐘 好了4分鐘過了 我們一起看看魚鴿先 你看它皮很脆 但不會乾真真的 好juicy 我們放上架 等它休息一會 就可以切件了 你看它的皮肌有光澤 好了 我們首先將魚鴿斬開一半 然後再在它的腿位對上 斜少少斬下去 好了 斬好四件 我們可以上碟 還有椒 還有椒鹽和季汁 我們的紅椒魚鴿就大功告成了 你看它的肉 還是很juicy的 如果你們都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每星期都會上載2-3個新的食譜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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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